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首小诗 是白居易的蚊虫 看这个标题非常容易理解 文就是听 虫就是虫子叫 听到了虫叫写一首诗 那要写些什么 首先大家要知道 白居易是唐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 而且他的诗歌以浅白著称 也就是说表面上语言非常的浅显 很少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字 他不像李商尹那么晦涩 不像李鹤那么齐绝 白居易所写的诗歌 用的字都非常简单 据说叫老玉能解 就是老太太都能听得懂 都能看得懂 但是与此同时 他背后又往往具有深意 所以白居易是一个很厉害的诗 就厉害在这 用小学生的语言 写出了大文豪的思想 是这样一种感觉 那白居易的这首蚊虫也是这样的 表面上看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场景 就听到虫子叫 但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是自己的内心世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怎么写 首先还是把这个诗读一遍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 暗虫鸡鸡 夜绵绵 我们知道这写的时间点是晚上 因为是晚上 夜很深 所以虫子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们只能够听得到它的叫声 它的叫声是什么样的呢 叫鸡鸡 这个鸡鸡本身就是一种声音 但是与此同时 它还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 它是一种哭泣的声音 它是一种叹息的声音 对吧 如果大家读过白居易的一首长诗琵琶行 里边就有一句话叫 我闻琵琶以叹息 又闻此语 虫鸡鸡 这里的虫鸡鸡 可不是说我像虫子一样 不断的鸡鸡的叫 而是指我叹息哭泣流泪 这个声音 所以你会知道 暗虫鸡鸡 叶绵绵 这里的鸡鸡很有意思 一方面它是在 模拟虫叫的声音 另外一方面 它说虫叫的声音如同什么 如同人的叹息和哭泣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句子就知道这个作者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一定是不开心的 对不对 一定是心里面非常难过的 而且这里的叶叫绵绵 这个绵是什么意思 绵就是绵长 长长的叶 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好长好难熬 只有你很难过的时候 如果你大喜事 对吧 旁边有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事 你在这玩 你绝对不会觉得时间怎么这么长 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只有你心里面很胶着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时间怎么这么长 这么难熬 所以它的第一个句子很有意思 它说在这个漫长的夜晚 难熬的夜晚 不知道是哪里的虫子 在叽叽的叫 好像又在叹息和哭泣 更何况又碰上了秋阴玉雨天 秋天是什么样的季节 悲凉哀伤 阴天要下雨 对吧 你看整个的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 是不是非常阴霾的沉重的 凄凉的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气氛 伤感的 在这样一个气氛下 白志玉说 我不光听到了不知道哪里的重生 关键是这个虫子呢 还越叫越响 怎么知道呢 后面两句 有恐仇人暂得睡 好像这个虫子就怕你暂时睡得着一样 你要注意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仇人 他直接告诉了你 此时此刻 我的心情是非常哀伤哀愁的 一个人仇得大晚上的觉都睡不着 这已经够让人难受的了 但是好像虫子还钱不过瘾 他好像还害怕 万一你在中间不小心打了个瞌睡呢 所以生生一进卧床前 所以这个虫子好像逐渐的越来越靠近我睡掉的这个床 一声比一声叫的响 仿佛生怕我睡得着一样 你看这就是白鞠的这首蚊虫 那表面上来讲这个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说在一个漫漫长夜当中 他自己愁得睡不着觉 然后呢就听到了这个虫子不知道在哪里叫 整个的天气 整个的时节 整个的气氛都是非常压抑的沉重的 秋天快要下雨了 而且呢 这个虫子一声叫的比一声响 通过叫声判断 这个虫子正在逐步的靠近我 所以呢声音会越来越响 然后这个诗人就讲 你还嫌我不够愁吗 我都愁成这样了 你还担心我是不是有可能睡得着 所以你生怕我睡着了觉 你还要一点一点的到我眼前来 到我耳朵边来提醒我来吵我 让我睡不着 所以你们说这个蚊虫表达了白鞠什么样的情感 是不是悲伤 哀愁 对吧 所以我们哪怕不知道这个诗歌 他自己真实的写作背景 单纯的从这首诗本身来讲 我们也知道 他其实是通过写虫声 表达自己的愁思 愁情 只不过呢 他写的非常的巧妙 第一个巧妙 巧妙在哪呢 说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这就是已经在暗示你 我心里边有事了 其次呢 不知道哪里的虫子叫 暗虫 但这个虫子的叫声也很有趣 叫唧唧 这个唧唧就是一个双关了 一方面它是唧唧的声音 另一方面它好像又是在哭泣 又是在叹息 接着他说秋音玉雨 更何况又碰上了这样的天气 对吧 我当然是睡不着的 结果呢 虫子还生怕我暂时的打个瞌睡睡得着 所以特意的一声一声的靠近我 叫得一声比一声响 你看这就是白剧的这首小诗 蚊虫 这是一首非常有趣味的诗 当然它表现的是白剧当时的内心的这种愁苦之情 好 欢迎这首诗呢 我们就读到这里